是在A2 不對這個 這可能要想一下 是放在哪邊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 貼上 貼上之後向下移動 然後呢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移動我們的這個回圈 我想這部分的話各位 給他個名稱叫工作表整合 那我剛剛講的這兩行有沒有 就是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rename名稱 再來的話基本上就是 選取第幾個 游標先放在A2上面 這個A2是指的是123月的A2 然後可能複製 切到我們的第1季之後的話 這個地方 要先給他一個什麼呢 我們如果要先給月份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用ActiveSale 也就是說現在游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他的儲存格名稱的話呢 就是 SHITS I.NAN 這個SHITS I.NAN的意思是說 如果1的話就1 如果這個數字是1的話 那NAN的話 因為他的名稱是1月嘛 所以就會把這個 給給這樣的儲存格 那我們如果說要 讓他往下 儲存格讓他往下的話 這邊可以順便記一下 就是說呢可以用一個叫 Offset 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呢可以用Offset 特別至於後面呢 這個是列 這個是藍 也就是向下移動 一列的話 那就刮弧 1 豆點0 然後點slate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向下 一列 然後再來就向下 然後在Offset 這樣就可以把我們要的結果把它列出來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 把那個我們 剛剛錄下來 大概基本上錄下來動作主要是 因為我要把 這個問題4 裡面的 123月合併到第1季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先用那個錄製的方式 時間錄製部分 然後再來做修改 那改完之後大概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上面這部分都一樣 然後只是說這個地方因為我要跑一個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總共要跑 總共 減到第1季啦 所以後面 血點抗減掉第1季 然後面的話就是 游標放在A2 然後CtrlShip像 CtrlShip加end Copy 然後再切到第1季等等的 那會有改變應該在這裡 就是說我今天希望 在 切過去之後要分成1月2月3月 要有個頭 不然的話我不知道說 到底你貼上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呢 我主要在這個地方 利用什麼呢 這個地方用Active Sale ActiveSale就是我現在 游標放的位置 那裡面的話給什麼 Shits I I的話會根據這個 這個1到 1到基本上我們這邊如果有4個的話 減1就3個 那等於是1、2、3月的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 Offset是往下 然後貼上 貼上之後再 再移到最下面 再下一列 減1月跟2月中間 會 中間空一列 OK那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基本上 來試一下 這個部分 那第1個呢 先把第1季先刪掉 假設預設是沒有第1 第1季的 等於是沒有第1 這個1月份 沒有第1季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執行 這個地方我們執行 這個去期 名稱的話叫工作不要整合 那我們用逐步的好了 逐航執行 那逐航執行的話呢 接下按F8 那這裡這個地方 第1行程式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Add之後有沒有 這個 這個